好 认真工作之余 当然也要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我们来看到是自助餐的菜色呢 相当丰富 也是不少人外出用餐的选择 但是买自助餐 这一连串看似很正常的SOP 在网路上现在引发热烈讨论 好 大家讨论的是有网友抱怨 说购买自助餐在结账的时候 店员总是拿着夹子再翻来翻去 让网友非常火大 直言难道是怕顾客偷东西吗 爱吃什么夹什么 一道道丰富菜色 全都夹进便当里 自助餐店里民众往前结账 店员确定金额 看似正常的SOP 却在网路上引起热烈讨论 稍微看一下 就是店家翻菜色的这个举动 网友在PTT发文质疑 去买自助餐 把鸡腿放在冬粉下面 要拿去结账 店员却拿着夹子翻来翻去 直言令人火大 除了非常不卫生之外 难道是担心顾客偷藏食物吗 民众力庭店家认为这样的举动很合理 不过其实自助餐业者也说了 拿夹子翻菜除了是确定金额之外 也是真的被偷怕了 自助餐店小本经营 如不敷出 真的没办法再承受太多损失 店家只能小心再小心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最后林宏吉弗丽佳台中报道